台湾疫情升温 确诊数屡创新高 人心惶惶 再度掀起防疫路线 应该要是清零 还是与病毒共存的论证 也让人不禁想问 确诊数同样高得下人的新加坡 究竟为什么敢完全解封呢 新加坡市最早将COVID-19 视为是地方流行病的国家之一 尽管当地的确诊人数 依旧是相当高 但是因为轻症还有无症状的 这个病例患者占比呢 可以说是高达了99.7% 因此当局已经将COVID-19 当成是一般感冒来治疗 Omicron传播快速 先这段台湾不追求全面清零 但也不想与病毒共存 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疫苗施打率低 以4月18号的数据来看 台湾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口 只有79.42% 反观新加坡已经高达92% 而且就连孩童的疫苗接种率也相当高 严重不了反应率只有十万分之四 我刚才打了第一剂的疫苗 为什么会想要打疫苗 因为我的很多同学都打了 让我也想要打 而且这还能保护我自己 还有我的家人 峡坡针对新冠肺炎的确诊治疗 也已经形成完善的SOP 确诊民众不再需要 透过政府传送匡列简讯 自己就能通知有密切接触的人 而且身体不适 只需要到诊所看诊 再按照医师建议 执行居家康复 或是入院治疗 至于轻症或无症状的血症者 也只需要强制隔离前72小时 抗云快筛 结果呈现阴性之后 就可以结束隔离 而且就算快筛结果依旧呈现阳性 隔离至第七天之后 也无需再被隔离 至于被政府匡列的密集接触者 只需要五天之内自行做快筛 结果呈现阴性就能正常生活 无需隔离 您得过Covid吗 得过啊 我的症状会比较轻微 只是它在我体内就拉得很长 我差不多是在房间隔离了 差不多11天 我们也是觉得已经是 那种变成一种很普通的病症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了 您有得过Covid吗 有啊 超严重一直发烧 医生给的就是退烧药 克兽药水 就是这几样东西 其实说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如果是整个国家都中文了 那么是大家都好了 疫苗高级种率 加上广泛运用居家检测和居家康复 成功把关医疗量能 使新加坡敢与病毒共存的本钱 也成功让新加坡今年GDP成长率上看4% 或许台湾可以借进新加坡 将危机化为转机 以上就是华语新闻特派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语正经发奖 表达 参与 剧场 写真 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